我是队友,今天接着我们的缺红98407版的比赛解说 这场比赛来自于忽利亚和夜神月 看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来 一批的主力肯定是卡拉克了 为什么呢,大家等一下就知道了 现在开场八神对战会唱会跳会rap的昆昆洛奇啊 但是开场还是被八神给打到了 直接跟上一发八神女 忽利亚的八神在头用的也这么厉害 不如改这个忽利亚叫吸霉吧 对话千云一,然后快出小跳把他强责 这招强者也是没谁了 夜神月根本是挡不住呀 再来一发千云一,接上一发八神女 继续跟他一发喜霉 反过手来可能要把夜神月给一套带走了 肯定不会给他流残血 因为这个EX模式残血真的是不好搞啊 又一发喜霉,直接放倒了 我们看夜神月下一个角色 来看他的克拉克 原来他也有克拉克主力啊 还是EX模式 这个EX模式平台用好的没有几人 现在克拉克开始了 一波遍地打火滚地板 八神起身就会,哦,起身抓血风 很犀利啊,这招八之女上了 一波八之女之后继续跟上一发地波 抓血风 反手天长剑再放一炮 昔过来啊 昔过来以后继续跟上一手小跳嘛 小跳百合招,哎呀,追了一个AB 这个小跳故意大跳了一下,跳远了一点啊 没想到夜神月还真上钩了 克拉克也没有办法释放一招 底波啊,解风 抓过来,千云一接八之女 放掉他最后一点血 绝对不能流残血 好,现在狐狸啊 真的可以改名叫喜内了 我们接着看夜神月第三个角色猴子 夜神的主力 这个猴子才是最难缠的 咱们来看猴子开场机器 一身骚红的猴子 开场想,哦,开场就被八神打了一套 放一炮,天堂年对手反出 他知道这一炮 对伤害很高 直接反了 现在猴子还可以反过手来再接一手大招 基本可以拿下八神 很伤啊,这一条打过去 四十多连 我们接着看狐狸亚的气甲射 看来他真的要上他的克拉克 来一发狐狸亚才能拿下这个猴子呀 狐狸亚还是可以一展身手的 哎,猴子急气,挑衅 其实气甲射现在挑衅也是可以 对,减对手的气的 但是气甲射可以 一挑衅就要切换模式 连续的前前前前 哎呀,这是什么打法 很奇怪的一个打法啊,很犀利 但是防不是防那个打法 猴子又开始割击了 好,撂倒 气甲射反身位 能不能拿一拳 好像很难点到一个下青手啊 只要能点到下青手 气甲射才有出路 但是他就是点不到 这个猴子太浪了 哎呀,哎呀,哦 在你左边身边,右边的晃来晃去 让你没办法 还挑衅,还不断挑衅 这样气甲射就更崩溃了 心态崩溃 怎么碰到这么一只小猴子呢 大招来了 哎,这个大招刚好中了 刚好飞到气甲射身边啊 让气甲射摸了一手 猴子再反出 气甲射继续跟上 你看,很犀利吧 猴子爆气啊,集气 这就压住没有 大招空了 猴子还在不断的向后撤 接个气甲射 哦,反正是赢不了 气甲射 猴子故意和他拖延时间 拖延数 而且还想在最后一秒的时候 拿下气甲射 他的,哇,他的这个 很毒啊 第五个回合 忽利亚的克拉克来了 拿下这个气甲射 拿下气甲射之后 克拉克呢 克拉克也有中招了 哎呀,对他这个小猴子 还真没办法啊 很骚很浪 哎呀 就这样前前CT前前 落地转 其实还可以再接一个旋风 现在克拉克也爆气了 哎,对手还在挑衅 哎,又中了 哎呀 真没办法治他了 克拉克干的怎么办 他有没有办法啊 又中招了 哦,不行了 前前 一点血被磨得没血了 现在克拉克也不向前 他不断的用这个挑衅机器 哎,没有剪掉他的气 猴子也开始了 猴子也开始了 难道说今天就这样了啊 就这样把时间耗没 还是克拉克输呀到最后 猴子现在都不动了啊 我看你表演 看你怎么办 克拉克也是一个玩家心态啊 玩得很嗨 自己玩起来了 他没有注意到时间 还在这里抓抓抓到的机器 小猴子呢 哎呦,我没办法解说下去了 这场没办法搞了 最后一把超杀也没有用 没有时间了 可能 这个克拉克没有时间观念吧 呃,没了 现在夜神月拿到了第一分 用这个骚猴子 骚红的猴子啊 非常骚气的操作 拿下了第一分啊 忽利亚可能要气疯了吧 碰到这个猴子 我们接着看下一局 但是他并没有气疯 他还在那里浪 到最后 下一局双方规御选人 这一次看他们选谁 这一次忽利亚 还是八神七甲 设合克拉克 嗯,别说 夜神月他也有克拉克 这一局他选上全主力了 看忽利亚把谁派到第一 我想应该是克拉克嘛 看他会不会把克拉克 派到第一啊 这一局居然打了五分钟 很长啊 忽利亚有点犹豫 他到底派谁 啊,他去派那个克拉克 这一次真的派克拉克了 就是让大家 对欣赏一下的这个忽利亚 要不然 他这个名字都白白浪费掉了 如果克拉克发挥不好 你看这个大猪 又借助EX模式的灵活劲 但是他被骗到了 哦,空中 撞 落地,遍地,打破滚地板 好,忽利亚 跳过,哎,想跳过来再夹一手 没想到这手铁球大爆走了 可惜了 想来连环套路的克拉克 反而被大猪来了一个连环大招 哎,起身又一个突压 忽利亚来又要 嗯,跳过来 哎,还想夹 总是这样呢 克拉克一点血了 感觉忽利亚不起来了这局 但是忽利亚还没有放弃 想忽利亚 好,遍地打滚 还真重了 落地,滚地板 忽利亚 好 又一包忽利亚 看来真的是忽利亚了这局 哎呀 接着看夜神月下一个角色 夜神月的克拉克 看谁的忽利亚更溜 对面是EX魔兽 所以说忽利亚还是要小心的忽利亚 开场一些线机器 线机 对面是不断的放大招 让你放,让你浪 我先抓一手超杀 这下真的又忽利亚了 玩得很嗨啊,双方都 哎,落地追加 转 一手 转一手 然后再抓一发大招 好的 忽利亚 这下真的过瘾了吧 夜神月 可能他又要凭借到的猴子了 这局 要不然真的没戏 哎 好 跳 跳不起来 好 又一波忽利亚中了 带走 这下一杀三 又杀到了猴子 不过也还像上一次那样被猴子给反杀吧 这个猴子实在是太难搞 你看猴子还是这个套路 但是这次克拉克他有头气啊 把头气发为好 猴子这样搞的过不来 猴子抢反了 哎 猴子现在开启连续的这个追地操作 不断追地 但是是抢反追地 掉血并不多 虽然追起了60多连 这么爱玩的吗 克拉克终于起身了 起身之后继续忽利亚制裁 跳过来一手大招 现在克拉克还有三颗气 还可以再抓一手大招 跑抓大招狐利亚 看看 这下猴子好像也无忌可施了吧 哦 直接抓住 想跑 跑不掉了 然后再来一发遍地打滚 直立头 狐利亚 带走 直接穿三了这一把 哦 穿三一解心头之恨的 这个克拉克 超狠的 我们接着看第三局啊 也是最后一局 这张抢二嘛 没想到这张抢二 他们打的还蛮久的啊 看第三局 他们怎么选人 好 这一局 夜神月选择了一个草屁精啊 又换人了 开场的话用草屁精来看打这个克拉克怎么样 现在 现在 狐利亚还会把克拉克 哎 还是克拉克手发 看来这是准备教训夜神月一下子 看来这一波用的怎么样 神秘高手是非常的多呀 现在又跳出一个狐利亚 神秘克拉克高手了 可称之为这个狐利亚 很少有人把克拉克用的这么棒 又把他夹到角落了 来一发指令头 又是狐利亚 跳过来轻腿起手 夜神也没有防御下盘啊 那又来了一波遍地打滚地板 狐利亚 哎 跳过来还想再来个循环呢 这个克拉克的上瘾了 哦 前前奈老洛骗出了一手 这一队两次千远阳 崩起来接一趴 不是 其实还可以再接旋风腿拢车 然后再接五十 克拉克这个草亭毕竟是EX模式吗 他怕气就这样没了 所以说率先接出来了 其实不是赶上天 谁的两次千远 哎 千远阳呢 千远阳没有出来 又中狐利亚了 完了完了完了 夜神月又要玩了 对吧 这次被狐利亚跳上的角落了 哎呀 又是狐利亚 跑抓一个狐利亚 带走 哦 没了 接着看夜神月下一个角色 不会这一局又被克拉克给一穿三了吧 现在来看夜神月的克拉克 这个夜神月的克拉克 这个夜神月出现机器 机器 哦 又被突利亚了 然后来一发遍地打滚 好 跳了 轻腿起手 又骗招了 这个连环套路很多呀 压一手 跳过来一个大招 狐利亚 其实这个是图利亚 反正都差不多 哎 轻腿起手 又一个连环 因为要吸大招了 他又没有吸 你看这下子搞的夜神月根本没法出招啊 各种被操各种被套路 一点血了 晕掉了 又直接杀到了他的猴子 看猴子这次能不能守住 现在已经转弓为守了 这夜神月 哦 突利亚又来了 只灵头走 哎 又一个大招 闪身接大 很帅气 然后要不要再跑个大 又跑了个大 很过瘾啊 这个帅来帅去 现在猴子真的有点无计可施的感觉了 哦 你来我就抓 猴子终于抢反了 但是仍然无济于是接超杀 旋风 这一局看能不能再穿三 猴子又接发大招 但是不疼不痒啊 这样打的话 要不要再接发大招 再接发大招 哎他没有接 其实残血无限性嘛 现在看克拉克要不要慌了 哎 慌了 他一个超杀重了 克拉克最后出招有点乱了 没有穿三的了这把 第四个回合 看忽利亚的气甲射 来了 猴子又开始了 没有了克拉克感觉他的战力是损失百分之八十啊 气甲射根本就不行 哇塞 CD接必杀 没有了克拉克 真就是没有了主心骨啊 搞不定的样子 哎 你看这个气甲射防住 哎 哎 脑一手 CD 前前 中招了 选风 选风要不要接一个 插 后面 忽利亚还剩一点血 猴子怎么打啊 看到 嗯 猴子一个前前操作 就是带走了 不能接着看下一局 第五个回合 这也是最后一个回合了啊 最后一局的 没想到他们俩强儿打了这么久 现在开场发生就连住了 一个跳飞打中 奎花轻移 八十去上 把我上 自然 选风跟一手 蟹蜂抓一手 把手天堂人家炸一手 奎过来 八十去上 就这样 后面八神继续跟一个轻腿 哎 哎 奎花 哦 这猴子要开始了吗 猴子残血了 猴子残血了 哎呀 八神危险了 猴子残血了 没有跟超杀 呃 又没有跟超杀 刚才可以跟个大旋风 跟小招 八神肯定会反 跟旋风才是最稳的 但是没有跟旋风 啊 被八神还是撂倒了 忽利亚获胜 大家来一部关注 每天更新 近代就是视频